各位觀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收看晚間9點鐘的整點新聞 我是陳靜怡 先開始帶您看到 為了要紓款國內的醫療量能 第一批10座的組合式負壓隔離艙 在晚上的6點鐘運抵了桃園機場 而這批隔離艙是由黃航負責運送 航班是從東京來起飛 組合式的隔離艙對於緊急調度病人 或者是保護急診室的安全都有效果 以前在不逃就曾經有用過 指揮中心表示說 這一批的組合式負壓隔離艙 會開放給各家醫院來登記 但是會以戶外有適當空間的 急救責任醫院當作優先